在所謂的線上會議這一塊 線上會議這一塊的話 您如果近代我剛剛這個課程裡面來的話 我們在左手邊 大家可以發現它是一個線上會議 另外一段錄影記錄 這個是另外一套軟體 RW有另外一套軟體 但是它已經把我們帳號就整合了 所以老師可以在同學登錄的時候 他們就可以知道他們的帳號資訊 那其實如果不登錄也可以 比如說我們只要給同學那個線上會議的網址 它就直接進來了 那他可以自己填說我的那個什麼 那個就是使用的名稱是什麼 那您看一下 比如說我們先進來 那麼到底線上會好用還是不好用 這個老師可能要先體驗看看 比如說像我在這個期中考的時候 我們就沒有來這樣子 老師就不一定要在學校 你也許可能剛才有事在辦公室也可以坐 不一定一定要變老教師 那同學也很高興 尤其這幾天比較冷就不用來 就在家裡面 那您說直接進來就好 那也可以做錄影 像我上學期的 上學期的同學反應也是很不錯 尤其是冬天的時候最好 尤其是冬天的時候最好 像在這個下學期 上學期 我們都會有這個線上會議 有沒有 一幾週 我可能我就挑幾週 我就直接在線上講就好了 那您如果說要 會議的過程要把它錄製下來也是沒有問題 那麼在這個 比如說這個 我看一下 我看一下這個 我有沒有錄影 這個沒有 剛好都沒有 有有這個有 所以我們腦肌有需要看的時候你點開 就可以回顧一下當時在線上會議做什麼事情 不過現在這個線上會議 應該是今年還是去年我忘記了 就是有時候做改版 所以畫面先跟以前的就不一樣 這是以前的畫面 這是以前的畫面 那我們所有的討論 你看這上面那個討論都是 你可以 如果老師要事後解明 直接在這邊看就知道 誰要來責面 那我們在這邊也會把那個 就是你可以直接分享老師的畫面 不是說只有白板黑 一樣是可以像我們在這邊做廣播那種感覺 就是直接做教學 好 直接做教學 所以這個是線上會議的 那像線上會議還有一個很好用的 就是他有一個即時投票 好 即時投票 我們給老師看一下 比如說像在這裡 我們的線上會議 這個 這個是目前的新版本 所以看起來不太一樣 有沒有 看起來不一樣 那這個地方我就會問同學啊 還有不要線上投票 像我們剛剛有那個問卷對不對 可是那個問卷是比較 當然也是即時 可是老師必須要自己去看網頁 可是這邊不是 你進來的時候直接點了 我剛剛有開辦廣播他的結果 同學可以馬上看到 現在誰幾票 誰幾票 有沒有像我們總統大選一樣 即時的 即時的 所以同學問卷 我現在到底投票的情形如何 好 那這個部分呢 就很好玩 那是 老師在用這個時候 要注意一下 就是 如果您 假設要廣播您電腦的畫面的話 那他會就是說 多多少少有一點點delay 有一點點delay 所以我們可以那個 這是誰砸那麼多 好 那我想老師呢 我開放一個 開放一個 我們剛剛是開放A班的 A班同學的 您可以直接進來 我把那個網址分享給您 做了一個那個新增的 大家喜歡玩看看 您可能就會比較清楚 到底線上會怎麼玩比較好 當然不只是上課 老師您因為在開會上也是很好 所以我們做一個 確定 那等一下我把那個網址呢 分享在我們的那個 那個 剛剛那個老師您下載的地方 我這個地方 來進入會議教室 您進入之後呢 他會有個網址 所以現在呢 老師您直接 從這邊 我這邊也可以 或者是 我看一下 新增 您可以從我這邊直接進來 那或者是說 您直接 因為您如果進到我剛剛那個課程 左手邊進到線上會議 從這裡進來也可以 那要把他們的同學老師 您看能不能進得來 我們從右手邊 你可以知道說 現在有哪些同學進來的 那 同學進來的第一件事情 要會舉手 要會舉手 因為我們現在就是看不到的 對不對 所以這裡也要舉手 所以這東西要發言 可是我們沒有辦法面對面 這個時候他會舉手 好那您看一下 不只舉手 老師講得不錯 可以同意一下 也可以拍拍手 可以拍拍手 我們通常 現場會議比較難的 反正就是 因為每個人的環境不太一樣 所以有些可能他 聽了比較小聲 之類的 他也可以從這邊講 那當然如果老師在這邊 你看 老師已經瞭起來了 你看我把他 這個區塊可以移動 我在這邊移動的時候 其實 老師的畫面也會一致的 同步的 那您可以看到 就是說 如果說我要跟哪個同學講話 我們可以直接 就是直接在這邊打 但是有些時候 因為大家都在這邊打 是比較難 如果你是私人的 那我們就請 老師告訴他 請你用私人聊天 這樣我就不會看到了 就是私底下的就對了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是 老師有沒有覺得字好想 對不對 所以您應該會設字的大功想 這樣才不會比較大字 好 就是 假設老師是以文字溝通為主的話 那麼 您可以從這邊先把那個字 變大一點 不然 這個 有點 時間設計可以 把它顯示出來 誰什麼時間講什麼 那這個我想就不用 原則上最主要就是那個文字的大小 你如果這條大一點 有時候真的要看 不容易看 反正它預測是11點 11點的那個布有點小 有點小 這是第一個 那麼第二個就是說 您如果說這樣子 好 比如說你看我就要現場調查一下 您可以從這邊 它所謂的布局 因為我們現在這個有很多的 就是所謂的面板 對不對 那麼您如果 那個要的話 這裡可以換哪一種 比如說你是共享為主 還是討論為主 還是協同作為主 還是協同作為主 你也可以自己管你布局 不過我想老師剛開始用的時候 先用內建的比較方便 比如說以討論為主 他就把 有沒有 面板它重新排列一下 會像這樣子 會像這樣 那 我先把它用房間老師 先看看老師會不會舉手 您先試看看 有舉手的到底有什麼不一樣 您那個畫面上應該會看到 哦 哦 那老師誰名 哈哈 欸 柔老師給你名 您看一下 有舉手有一個功能 您有沒有看到右手跟有舉手的 有齁 但是有舉手代表說 老師如果同意 他會取得發言權 所以這個 你有勾起來 你看我這邊有勾起來 這個時候 麥克風就會交給大老師 哈哈 有沒有 我這邊會有勾起來 不一樣齁 好 這畫面稍微借我一下下 好了 給你們看一下我這邊的畫面 你看 有幾個人舉手 如果我有打勾的 像我幫他講 麥克風就是叫他拿手上 所以他可以發言 那麼同學這個 其實說真的 用那麼久 還沒有同學願意發聲的 哈哈 大部分都喜歡打字而已 沒有同學要發言 然後其實可以用這個麥克風 也就是說他如果已經取得發言權 按下麥克風就直接透過麥克風出來就好了 這樣就比較快 那當然如果要看到視訊這裡也是可以 你按下去他才會讓你存取 才會讓你存取 那就是 在這邊 最後再打個勾 打個勾 那他們就都有發言權 不是只有一個人可以講話 可以多個人講話 好 這是第一個 老師可以參考一下 那這裡要不要啟動 往同學不喜歡曝光 哈哈 所以大部分任務都不會用 因為如果老師您是在那個學校以外的環境 你加上這個的話 頻寬自然就比較慢一點 如果有多人的話 那自然就會再稍微影響到 所以看老師的情形 好 那這是第一個 那我們現在來舉辦一個投票 你看窗格 我們剛剛是講布局對不對 好 當然老師不喜歡可以特別移動 那我們可以到這邊來 窗格 假設我要做一個線上投票 你要做問答那個都沒有問題 線上投票增加投票 這裡 你點一下 剛剛已經有了 剛剛已經有一個投票在那裡 有沒有個投票 我把他拉到中間來 讓老師看得比較清楚 好 我們就來看看 問個問題 好 好 老師做一下答案是在這邊 一行一個 好 那我把他開啟 老師這樣就判大了 好 那我把廣播結果給你 來老師我換那還給你 你就可以馬上投票 你可以馬上投票 這個就即時的 有 有沒有 老師有看到那個投票結果 對不對 欸 欸 老師就有半天後悔了 你可以叫點佛 點那個是投票 他這次打問他是即時的 所以你隨時後悔了 有投票結果都要玩來玩去的 一下增加一下減少 被托的已經卡上了 老師我看到了 你現在可以操作你自己的畫面 有沒有 你投了馬上就顯示出來了 這樣就很即時 有時候我們要調查一些什麼事情的時候 我可以差不多這樣子 那麼重點在說 這些資料 老師您即時把這個線上會關掉了 他還會怎麼樣 還是會留著 所以你下次進來還看得到 當然你可以做統計 就看投票的那個什麼 就是 到底誰投哪一票 那個我們是可以看得到 所以這是第一個功能 就是說 投票的部分可以做 做一個 要每個使用 那其實平常我們如果說 假設您要來教學用的 最常進的就是說什麼 我們要互動 我們要互動 那互動的這個過程 有兩種 一種是老師以教學為主 那比如說我的老師可能是撿到的 那 像以我來講 我可能是以軟體操作為主的 都沒有關係 可是這個時候 老師在做的時候就要注意一下 您看 我先把這個地方佈局 我稍微把它 投票應該沒有問題 我先把它收起來 收到旁邊來 我在調檢的時候其實老師那邊也會一起動 對不對 好 你看這個有沒有一個叫做這個 佈局我們改變一下 改成用共享的 共享的時候您會發現 它會把一個東西放的比較大 什麼東西放的比較大 就是共享我的螢幕 或者是共享老師的擺板 或者共享文件 比如說老師上課的時候有什麼文件要共享的 你也可以透過這個文件 共享文件 它就可以直接點一下就下載 不過我比較建議老師不放在那個 謝謝